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去的时候帮我把门带上 谢谢你 小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 水太凉了 换点热的 不不不 我再换热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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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好了吗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着好像有点晕 你行了吧 我听护士说你都下的一好几趟了 出去 我给你添麻烦我真是不好意思 我不是 你真是客气 不是不是真的 我不是诚心要麻烦你的 我上来一批人啊 我弄梦了 完了晕晕乎乎的 我又拿出手机 跨一波子 我怎么拨你这来了 在未来的时候 还能想到我 挺好 不过 你以后还是把我电话 从你手机里删了吧 删了干嘛 省得人家华硕误会啊 别人那也不能删了 咱俩尽管现在 应该说没什么太大关系 但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呢 是吧 然后再有点什么事 反正彼此得有 那小子怎么样现在 挺好的 过几天出院以后回家住吧 我回去住 那你在哪儿住 我住医院啊 也是 要再一块儿住 那咱俩生活作风就有问题了 还贫呢 怎么样 嗯 打算什么时候跟华硕结婚呢 结婚的事不能草率啊 得好好想想 尤其我现在脑震荡啊 你行了吧你 你还一直脑震荡下去啊 那也得恢复了再说吧 哎呀 我呢 我想告诉你件事 我要结婚了 是吗 嗯 跟谁啊 反正到那天你就知道了呗 回头我把情点寄给你 带华硕一块来啊 我谁啊 哎 谁呀到底 周杰 我说你也太不靠谱了吧 啊 这么快就要结婚 你是不是在我们俩离婚之前已经 杨卫卫 你千万别告诉我 是听说我要结婚你就着急了啊 你要结婚我祝福你 但是这是第二步的事 第一步我必须要弄清楚 你不能老让我背着离婚 你说你是不是在我们俩离婚之前外边已经有人了 梁国辉 你能不这么胡搅蛮缠吗 行 趁着我现在有心情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我跟沈航确实是在咱们离婚之后才开始正式交往的 你要是愿意信呢你就祝福我 要不信我也没办法 我说你等会等会 你有完没完啊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吗 我说你刚才说那那那人叫什么 什么行 沈航 哪个单位的 卫生局的 卫生局那个副局长沈航 你还认识其他人叫沈航啊 你能不能不闹啊 放开放开放开 我有事儿了 你现在 我现在必须得出院 你不能出院 你万一落下后于这儿怎么办 没好呢 你马上给我办出院什么 您这是干什么 您现在还不能走 小姑娘您帮我收拾一下好吗 谢谢你啊 不是您的病还没有完全康复呢 您现在不能出院 我是大夫 我知道我自己病还没好 不是 您不能就这样走了 这样郑主任会怪罪下来的 郑姐姐 我想问问 梁老师为什么这么生气 他生气了 为什么呀 他吵着要出院 现在在病房大发脾气 为什么 因为他生气 所以就生气了 我想知道为什么 我有必要告诉你吗 说实话 我没必要 也没兴趣去打听你们之间的小隐私 但我想说的是 你可以不顾他的心情 但你不能不顾及他的伤情 你是一个医生 不管是因为什么 你都不应该去激怒一个病人吧 他吃醋了 吃醋 吃醋 为什么呀 因为我要结婚了 他就不觉得是他 他吃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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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会是土豆子 他吃醋了 不吃醋了 你也也拿回来吧 好 因为张大姐要结婚了 你连伤都不是 说明她在你心里 还占着很重要的位置 是不是 你是要去一趟我灵魂深处 把她找成了吗 你去歇会儿 我想一个人在这儿待着 我算什么呀 别哭了 行吗 我说你能不能不哭了 好 你哭了 你就在这儿好好地哭 我走了